当年日军确实在南京做了反人类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如此反人类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去研究 包括军队 包括人们的教育 包括士兵等等 但是有一点就是 当年的新华日军到底在南京 屠杀多少人 三十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确实是这样 当时有很多三十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 大概也有三千人 有估计两万的 有估计五十万的 有估计七万的 那最后解放之后 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话语 三十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 然后一直保存在保留下来 但实际上当时我记得我 我独大学的时候令人学院老师说 最糟糕的事情是从国民党到现在 在这些家人还活着的时候 在这些家人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寄出来 死亡缺陷人数 其实这个是很好捧及的 第一 国民政府实际有身份证号吧 死了哪些人 毕竟他是整个男生成长的 我待会要直接发问到 可以不见了 我就发了微博上 或者是发现尸体 一定可以统计出来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 你把它举报上去两分五十万就不成功了 当时有一个中国的总理级业的人 就去日本访问 建设直播就提到这个事跟日本同事 当年南京大屠杀在南京 屠杀了三十万人 然后日本首相现场说 真的吗 有这么多人吗 然后中国的那位总理 八十年代 中国那位同事说 没三十万也有三万吧 当时的新闻直播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那个意思老师看了之后 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 没能挺直要敢说话 就是因为我们缺 就是这么多年来 从四五年到现在 缺少这个符记不错 死的是谁 有名有姓的是谁 如果你没有名 没有姓 没有身份证好 你这个三十万 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 写作的一个概述 城墙沙亭十万 什么什么战斗 古说瑞旬这样写 死了三十万 死了五十万 所以这只是一个概述 我们并没有确切符记出来 到底是什么 有学者 根据这个数字去统计 这个都是根据有名有姓的 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个人 所以说 我觉得为什么一直不做这个事 这个中国的历史学家 解放之后 胡习乱造了一个上下五千年 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多历史 上不到三千年 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认真真的气息 严谨地去研究三十万人的姓名 和他们的身份证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无论在国内如何经常 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 但是你没有使用去支撑这个 这段历史 你看一看 然后你再看一看这个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所有的死亡的犹太人 都是有姓名记载的 都是有家庭记载的 我去过欧洲去过好几个集中营 包括澳大利亚 我去的时候 他们也有 澳大利亚也有 逃难难的爱尔兰 爱尔兰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记录 所以他们真实的估计出了 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 但是很遗憾 中国没有 所以对于这段历史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史料之寸的话 那也只是民间说什么而已 说得真的一样 也许死的人确实比下来 也许死的人不足十万 或是可能真的只有三万 但是我们今天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这个 这是中国做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 一个折射 所以 昨天我在看 这个南京大骨砂突然大会有一个军事的时候 我能很 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个 突然开始攻击 可能就是因为日本 这次抵制冬奥会 第二就是 他说 日本大骨砂的幸存者 还存活六十一人 我又想起了 您老师说的这个事情 你现在能统计出这六十一个人 实际上那三十万人 名字都从此出来 然而很遗憾 我们在南京大骨砂器皿里面 可能有没有幸的 大家有机会就看一看 到底从这几个人 到底从这几个人 这是一些题外话 当然我还想说的是 就是 不应该永远去 这个去恨 而应该是 战争怎么来的 战争怎么来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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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我们将会 上次课我们看的是